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以理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大家好 如果一直有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 與你的節目 和其他原網台和袁先生說的節目 都應該有過千集 不同的範疇介紹如何使用自然醫療 或者用同理療法 亦幫助大家解決健康上的問題 當然在自然醫療方面 採用的是安全而有效 又沒有不良副作用 亦在經濟效衣上 大家可以負擔 亦不會令到你們破產 或者需要借貸等 我們經常提到用自然医療 亦常常有人問我們 究竟為何我們要用自然医療 背後自然医療的真正原因是什麽呢 或者袁先生,可否今天帮听众解釋一下 令到其他身邊的人 可能有些質疑他們 為何要用自然医療 用自然療法 用同理療法 亦可以很有理據 去解釋給身邊的人 为何他們是追隨者 其實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除了自然医療 當然為何他們來 診所中的病人 大多數是患有慢性病 或疑難雜症 試過很多醫療都沒辦法 輾轉是來診所 很多人對自然医療 其實是沒什麽認識的 可能在朋友介紹 很多時候 或者不如無奈之下 不少人撞到我們 所以很多時候 在時間許可之下 我便會加入自然医療的介紹 我通常都會這樣分析給他聽 如果用了幾十年 木板做的寫字台 我的寫字台就是這樣 用了幾十年 第二个環保 坏了要收拾一下 要維修 為了環保 你又不捨得 買一個新的寫字台 儘量修好它 可以用多幾年 通常用修理木寫字台 用什麽材料呢 當然 但我應該就是用木 是的 如果初生的婴兒成長 都會喝人奶 或者其他動物的奶 牛奶、羊奶 再慢慢加入其他軟性的食物 最後長了牙 就可以開始吃固體食物 之後長大的成年人 換句話 身體所有細胞 血液、皮膚、骨骼、腦袋、心肝、肺腎 所有器官全部都是從食物的營養做出來的 木加斯當然應該用木板来維修 人身体100%是從食物的營養做出來的時候 有病的時候最好的醫療工具 當然應該是食物和營養補充劑 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 医食同源 这是中藥的藥食同源 以及西方的医療學說 也有一句名言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food is the best medicine 所以一般人 但是一般人有病的時候 先去看看一些對抗性医療的西醫 西醫當然除了用的工具 除了手術 大多數都是用西藥來治病 西醫用的西藥是屬於專利的藥物 如果要成為一個專利的藥物 首先要符合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藥物的來源 不能夠是自然界已經存在的物質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人類依賴生存的自然資源 漸漸就被控制某些人 或者大的財團手女 這當然不可以 所以在自然界已經存在的物質 是沒有人可以拿專利權的 所以西醫學對抗性医療用的專利藥物 一定都是自然界不曾經存在的 記住一下 自然界是不會有的東西來的 這類的產品在醫學上 屬於一種叫做生命的異物 英文叫做xenobiotic 生命的異物 思想這些從來沒有存在我們的身體 不是身體結構的一部分 也不是我們依賴生存的物料 好像食物 可否可能生命的異物 放入身體之後 會幫助身體健康起來呢 西醫學的確是有作用的 完全沒有作用的 但這些作用都是毒藥的作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藥品通常的盒子上 都貼了一個烏魯德的標誌 即是告訴大家 這是毒藥來的 所以要醫生配方才可以用的 簡單來說 毒藥是基本上不能夠 令我們回復健康的 有時候有毒 你會否毒了 毒了健康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想想 你不認識一個人 有所謂慢性病 慢性病即是自己不會自動好病 會否用一段時間的西藥 慢性病完全康復 可以停止食藥呢 健康了呢 是沒有的 一個例子你都找不到的 所以可以知道 西藥最多只能控制病的表徵 不能自本的 外來的異物入了身體發生的作用 當然可以利用的 譬如如果這種物質 令身體的体温下降 可以用來做退消藥 如果這種毒藥 毒了血壓 血壓 可以做降血壓藥 如果令你失去痛的感覺 便是止痛藥 如果令你前庭失去知覺 便是麻醉藥 那些作用當然是可以用來的 譬如進行外科手術 但通常都是用短的時間 你做手術時用 不可以長用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在某些環境之下可以控制 但問題是這樣的 弱的有些利用價值 可以對付你需要的 控制的症狀 但弱一定有其他的作用 包括其他作用 這些作用是沒有利用價值的 其實這些便是副作用 其實西醫界都會承認這些 通常有一種說法是 我們當然明白 所以我們的考慮就是這樣 到底是好處多還是好處多 Benefit outweak the risk 經常都說這些說法 如果是好處多還是壞處 那便要用 如果有副作用問題出現 便再用其他藥去控制 結果是依賴西醫藥的人 是會用藥越來越多 病是越來越多 因為副作用會增加其他病 最後由心血管的問題 癌症便會變速生命 最終就是這樣 其實這些病為何會出現 這些癌症、心血管的問題 有很多病 其實背後都是吃了太多細藥 相反有200多年的歷史和療法 基本上目前大概有8億人用 屬於全世界代理大醫療 用的治療療劑 是經過無數次稀釋充能的製作過程 原來的物質已經稀釋過千千萬萬倍 原本的物質根本都不存在 但仍然有驚人的治療效果 包括醫治很多一般人認為病毒、細菌有關的病 急性病、慢性病 有時候療效快到驚人 甚至乎可能幾分鐘或幾個小時 就達到了這個療效 所以跟療法的經驗告訴我 這跟療法是全世界第二大醫療 有8億人口用 有80個國家有跟療法醫生掛牌 政府認可的醫生用 我用的療劑 基本上肯定是不能消滅細菌 消滅病毒 所以我們說細菌病毒 只不過是一種疾病過程中的清道膚 它不是致病的因素 它最出現的是 因為打完仗後一大堆垃圾 要找些東西幫它清掉 身體有些微粒 就會走出來變成病毒 變成細菌 清掉那些微粒之後 它就變回身體的微粒 就消失了 所以在同療法經驗告訴你 真真正正我們要重新思考一下 我們現時用醫療的機制和哲學 哲理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通常都是盡量花10分鐘也好 把基本很重要的醫療概念 解釋給病人聽 要不然它有時候配後 當然它也希望我們治好病 但它不明白 為什麽它過去用的工具 是治不到病人 不能令病人健康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通常都是盡量抽時間 講解給病人聽 多謝袁醫生 希望我們的聽眾 有跟開聯網台的自然寮法語 或者其他廉丹妙藥收聽的時候 也希望你們今次聽了 袁醫生的詳盡解釋 令到你們採用自然醫療 才能和你療法的時候 更加會有信心 亦更加可以把這個信息 傳遞給其他身邊的人 令到你身邊的人 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一個 健康快樂的人生 社會上就會更加和諧 亦在醫療經費上 不需要令到每個人都破產 多謝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問題 可以打依賴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做一個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關於療劑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陸創意健康店 28824848 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御理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